隨著4月份的時間點來說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短線上面有一個過 就是又急又快的這樣子上漲 包含了像是群創 包含了友達都漲到了27.05元 同樣一個高點的時候 在這個時間點 短線上面漲了三成 結果短線上面的話一回檔 就回檔了15% 因為上星期的時候從 群創是直接跌停 一天之後又跌了5% 等於是兩天的那個 大量的黑K 他兩天就跌了15% 所以這都是在短線上面 急漲的個股跟族群 甚至像是漲價題材的 這些相關的景氣循環股 都很有可能會去遇到的 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的時間點 依然看好他的一個未來的走勢 可是如果就這個時間點 如果元寶們或者是投資朋友們 要去做進場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要留意一下 所謂的短線漲幅 過大的這樣一個現象 我們不妨就是等到 比方說如果有一個漲多之後 然後去做修正 然後去做回穩之後 再來去做進場會比較適合